第37集 虽然那刺客所用的剑也是特制的刺客专用的轻薄软剑 可这种刺客一直有服用一种毒药 它们是表面温弱却爆发力极大 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刺客之一 它们全力刺出的这一剑 其实立以达到剑尸顶峰 可这么巨大的一剑 这么精准的刺出的一剑 居然让小儿轻飘飘 慢腾腾的一个木剑给挡偏了 而且木剑没断 显然主人还有余力 原来它这木剑并不是玩具 精凌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高手相争 就在这一瞬 那刺客一击不中 渐渐一沉 再次攻来时 众势必已经为上 而精凌公子已经飘飘然的向后击退了一步 离远了一步 这时外面传来灯灯的急促的脚步声 转眼间几道轻影从外面嗖嗖的飞进 那十个势必虽然没有兵器在怀 却人人都是伸手不凡 那刺客心机一失 竟是陷入重尾 那几道身影从空掠过 转眼便把刺客团团的围住 同时 金铁骄鸣声不绝于耳 围在四个高手中的刺客喜三想要撤退 却是脱身不得 只听得他肩鹤一声 长剑缓转 转眼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砍上了自己的脖颈 血剑三米 尸体怦然的落地 众人看着躺在雪波中的处女刺客 都是脸色一白 只见他们骑刷刷的一跪 剑尸和众势必同时颤声的说 公子 这时候 剩下的三个月女厨子 都是脸色灰败的瘫倒在地 有一个更是裙下如师 显然吓得撒了尿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与自己一道奉令而来的同伴 居然是一个刺客 遇上这样的事 他们的死期可定了 因此 三女的眼神中尽是绝望 甚至都没有像精灵哭咎的心思了 精灵大步地向刺客走来 在经过一只呆若木鸡低着头 看着自己手中木剑的魏勒时 他瞟了他一眼 然后收回目光 来到刺客的尸体面前 他淡淡地问道 何人所得 那换来四厨子的两名剑客 趴在地上 颤声地说道 秦 秦公子 盈眼 精灵点了点头 他薄唇微钩 似笑非笑地说 善 这个善子一出 众人都是大惑不解 怎么 遇到个刺客 公子还说善呢 真是奇怪在野 精灵公子挥了挥手 一见他挥手 众剑客连忙蹲下 把那刺客尸体给抬了出去 剑客中 另走出五个人来 他们分别走到三个厨子 两个换来四厨子的剑客面前 把趴在地上五人用力一提 拖着 出了大殿 两个士必开始清理起地面的血迹 这一切井井有条 根本不用精灵交代 两士必服侍精灵整理好外袍 细紧欲带时 精灵栩栩地说道 患伤公四人书房一事 诺 整齐的应诺声中 魏洛欢喜地抬起头来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哎呀 我的运气真是好啊 真是太好了 他一转眼 便对上精灵公子 似笑非笑盯来的目光 当下 他马上一脸恭敬 双手一插 无比老实地说着 刚才见公子紧急 小人心急如焚 竟贸然相挡 求公子勿怪 很老实的话 可惜 任何人一听都知道 他明是求罪 实是妖功 精灵公子对上他忽闪忽闪 丝毫不掩得意的双眼 不由有点啼笑皆非 他按下笑意 沉沉地盯着他 说道 多此一举 魏洛一争 那一脸得意顺时消散的 无影无踪 这时 精灵低沉的命令声又传来 忠心可讲 嗯 饶过你私藏木剑之错吧 以后 随事实不可携带 魏洛低着头 无精打采地说 诺 这家伙怎么这么小气呀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挡上了那一剑 就这么地给抵消了 太过分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精灵公子这时也没有心思理会他 他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出去吧 诺 魏洛的诺十分地响亮 十分地畅快 听着魏洛大步离开的脚步声 精灵公子头也不回 若有逃逆 就依你之前所言 傻瓜可以 魏洛小脸刷得一白 满脸兴奋再次烟消 他放慢脚步 低着头 很无力地向外走去 刚出店门 他便听到里面 隐隐传来精灵公子的冷笑声 派人拦住迎眼车架 诺 精灵公子声音缓了缓 隐隐带着几分悠闲 后下他 多加为难 言我伤重 诺 和臣府 一派假事相问 诺 这时 魏洛听得精灵公子轻笑着 忍到今日才动手 倒也有几分聪明 咱且让他们如愿 魏洛听到这里争了下 听精灵公子的口气 他早就料到有人会刺杀于他 而且也知道今天晚上被刺的可能性最大 怪不得他刚才说自己多此一举了 这么说来 他今晚压根就不准备把自己怎么样 只是戏弄自己来着 说实话 魏洛这时百味交集 他既庆幸自己从虎口中脱身 又有被戏弄得不快 当然 还有明明相助了他 却被精灵公子责怪得郁闷 不过总体而言 他是快乐居多的 今天总算平安脱身了 出了店门后 魏洛越走越开心 虽然精灵公子可能是戏弄他 可是一旦自己真的漏了下 那他要杀自己 也只是挥挥手而已 他还是逃了一劫 这时候 整个精灵府中都给惊动了 无数的火把腾腾的燃起 灯笼飘摇中 众高等时刻也匆匆地赶来 到处都是剑客 当魏洛出了林音道时 整个院落已经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议论声不绝于耳 魏洛出来的店门处早已关闭 众剑客和时刻也轻易不得接近 所以 他们也弄不明白 精灵公子到底伤势如何 魏洛好奇地看了一会儿 也没有看到精灵公子出来 他明明说书房一室的 也不知怎么还没有去 他正这么想着时 已有管是出来 喝令见客们退下 时刻们各归其所 等候消息 踩着已开始向西斜的明月 魏洛回到了侧店处 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已转移 专供士兵们洗漱处安静至极 魏洛悄悄地洗了一个扫 快手快脚地穿上衣服 一好容 回到房中久久地没有睡衣 自没大家的队伍出事 到现在为止 不过是四天的时间 可魏洛却觉得仿佛是过了一个世纪这么久 这四天中 他的心情大起大落 生死几次悬于一线 看来在这个世上 求存实在不易 要是真能成为一个剑师 那就太好了 想到剑 他不由想起刚才在寝宫时的那一档 那时刻 对方刺剑的诡计是如此的轻熟缓慢 隐隐中 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一切都在把握的感觉 他想着想着 便站了起来 这时 另外几个势必还在精灵公子身边 整个侧殿 只有他一个人在 他仰头 看着一串珠帘 缓缓地吐纳 双眼定定地凝视着其中一颗微红的海珠 盯着盯着 他手中目见一弹 闪电般地刺向那珠子 目见刺出 珠帘一动不动 剑出成影 突的一声 又已收回 再抬头看时 那里珍珠 撕的一声 化成粉末散落在地 而其他的珍珠却安然无恙 魏洛低着头 看着手中的剑 欢喜地想着 我真进步了 就刚才与那刺客一交手 我就进步这么多了 太好了 这个世界的剑客分级 分别是剑客 剑师 宗师 哪一级又各分为低中高等 刚才挡住的是一个高等剑师的权力一级 不过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一层次 想来也勉强 能算是一个中等的剑客了吧 他抿着唇 性眼笑得月牙 欢喜无边 一时间所有的委屈不安都已经消去 所有的担心无奈都已淡化 这几天堆积在心中 几令他崩溃的压力消去了大半 忽然间 他觉得一切都已无所谓了 魏洛只是幸福地盯着手中的木剑 想着 嗯 我只要努力 终有一天可以光凭剑术行走在这乱世 到了那时 我就去当一个自由的剑客 纵使风餐露宿 好过有个自由 这一天晚上 欢喜得魏洛不知疲惫地练着剑 在他静静的呼吸中 侧垫中只有炎炎的风声 呼啸声传出 要是别的剑客练剑 在这种容易引起回声的房间中 早就是惊天动地了 魏洛却不知怎么的 他从一开始 便可以控制剑风不散向四侧 可以让尽力凝而不乱 所以 他练剑时安静之急 在外人看来 便是典型的小儿玩耍 半点力道也无 他足练了近两个时辰 才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看来是精灵公子和那几个势必回来了 魏洛是一点都不想再与精灵公子对面 他联盟收起木剑 嗖的钻进了被窝装起睡了 他在不知不觉中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 魏洛还是醒得很早 起疏后便出了门 他现在站在一个院落外的小花园里 一边练剑 一边等着里面行人出尽 魏洛再等一个人 他跌在精灵公子想起他 为难他之前等到这个人 这人便是那天他见到的公主 精灵的妹子 他现在就住在府中 那天公主面对自己时 也是又摸又碰的 也许他也怀疑自己易了容了 在精灵面前 这公主极为放肆 显然是他所疼爱放纵的 为了此行的目的 便是求公主收留自己 成为他的人 哪怕是御夫也好 马官也好 可是魏洛足足等了半个时辰 等得路过的势必见客 纷纷侧目 也不见公主出来 而他鼓起勇气 踏入公主院子里时 却听闻公主 这两天住在宫中 时间不早了 他磨蹭不起了 作为贴身小丝 他得向精灵公子面前 亮一亮相了 魏洛咬着唇 盘思着另一个脱身之侧 令魏洛无比欢喜的是 当他回到主院时 却听到了因为精灵公子 被刺杀一事 晋红雷霆震怒 并招其入宫的事 看不到精灵公子 魏洛快乐极了 他躲入主院后的树丛中 又练起他的木剑来了 魏洛练习木剑时 不时有势必对他指指点点 怯笑不已 昨晚他大发神威 消息不曾外泄呢 在魏洛的紧张中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而每次遇到精灵公子 都是匆匆的一面 刺杀之势越闹越大 先是传来消息 秦太子盈眼 被晋军押回 然后又传出消息 晋侯已经向秦侯发出了指责 然后魏洛就听到了 公子精灵为了报仇 将带他所有的十万披甲之事 征讨秦人之事 这个时候出征 程序很多很麻烦 不但要沐浴更衣 问补上天 还要准备粮草 各种准备都做好时 通常已是半年一年之后了 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 精灵公子只是问过上仓后 便向天下人宣布 一月后 他便带大军出征 看来他是真的怒了 竟然如此迫不及待 既不做充分的准备 也不打算等秦人派来使者 处女金箔致歉 他一个月后就要出征了 魏洛欢喜得心花怒放 整天都笑得见眉不见眼的 他知道 现在自己是真的安全了 出征是何等的大事啊 其中数夜繁复 麻烦所遂 这一个月的时间 精灵公子只能没日没夜地劳累了 他一忙便顾不上惦记自己了 一切与魏洛所料 接下来的一个月 他过得十分的自在 精灵公子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军营中 偶尔回府 也是形色匆忙 他顾不上魏洛 魏洛便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链剑上 他发现 比起那晚机缘巧合下的爆发一击 他后面刺出的剑气都差得甚远 魏洛很想重温那种感觉 他喜欢那种隐约的感觉到的 一切皆在控制中的滋味 精灵忙了一个月后 准时适施出征 他以复仇的名义 向邻居强秦发出了征讨令 然后他便带领大军出征了 精灵的手下 有十万披甲知识 这披甲知识可不寻常 这年代物资短少 就算是一件有铜片的护兄的牛披甲 一根长鸽 也是要很多的钱才能装备 何况 他这十万军中 还有两千辆战车相伴 总而言之 精灵一人的武力 已占了强劲的一半了 他这十万军 实是浩浩荡荡的大军队 他准备时间短 当他带着十万披甲知识 来到秦境时 秦人还在做着应对战争的准备 还连军队都没有及时的装备起 他实在是来得太快了 不说精灵在战场上胜利 就拿静后来说 自精灵一走 他便连三十令前来 对已经上了前线的公子精灵进行呵斥 而所找的借口都是小事 如弑父不孝 如嚣张狂妄等 通过这种种的借口 精灵府是一天比一天冷落 那些亲近精灵的大臣们 先后欲罚 众大臣们也开始畏缩相避了 然而 就在这般过了一年之后 众公子 以及晋侯对精灵府 越来越是无事 亲近他的臣下 越来越辛苦时 几乎是一夜之间 公子中有三个公子被刺身亡 而几个这一年来登高位的大臣们 也是先后报死家中 附庸在他们身后的各种势力 也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再然后 何姬和他的兄弟何臣 也突然得了重病 生死垂危 特别是何姬 原本千娇百媚的大美人 一夜之间 头发和眉毛剃了个精光 面色还呈现重了鞋 才有浮重和紫黑 变得惨不忍睹 又如此过了两个月 晋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下令 大举封城在外作战的公子精灵 并封他为王太子 这些事发生时 无数鬼神之说 无数驻游之事都传了出来 尽管有人怀疑是精灵公子所为 可他远在边关 属下的军事和重要时刻 大臣均随驾出征了 没有人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 是他做的 不但如此 在不知不觉中 众人总是听得到 关于精灵公子的人德义举 这声音完全压过了 说他歹毒陷害众臣的声音 至此 晋侯十二子 还剩有九子 而随着太子精灵 连功勤之三成 他的吴勇 也为晋人所在 当然 这些事情都与魏洛无关 他只是苦练着他的剑术 渴望强大的心 以及难得的宁静 领得他所有的精力 所有多余的时间 都用在这个上面 同样 他的剑术也是飞速的进步着 魏洛在精灵公子面前表现过剑术后 他便放松了心 可以肆无忌惮地练习了 现在他练习剑术 不再是对着固定的东西练 批剑削等基础的剑术 他开始观察鸟的飞翔 鱼的游动 鹰的搏击 他本是精灵公子贴身之子 他的工作 也就是服侍精灵公子 现在公子不在 也就没有人管他 没有专门的事 需要他来工作了 他可以深入精灵府的后山 这后山绵延石树里 但是还是在精灵府的范围内 在白天 他可以尽情地待在这片山林中 只需要每天晚上回去睡觉 便无人理会了 他可以爬上高大的桥木 为了观察鹰的动作 而整天不下来 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世界 魏洛开始感受风的吹拂 雨的缠绵 雷电的力道 火的灼热 天地间的每一个变化 他都不自觉地联想到剑 取学于自然 取学于动物 领得位落石油感物 他木剑用断了 用竹剑 竹剑断了 又换了一把 至于铜剑 他很早就可以自如地挥舞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南音所播讲的 《月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